大唐时 禅宗大行其道 百丈禅师开唐说法 一个白头老翁每天都来听法 且总是早来晚归 这一日 老翁又是最后一个才走 他问百丈 我有一个疑问 请待我解脱 五百事之前 我也是一个讲佛法的法师 有一人问我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 我答他 不落因果 因此果报堕落变成野狐生命不得解脱 请问大师 我究竟错在哪里 百丈说 你再问我一遍 老翁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 百丈答 不媚因果 老翁听了这四个字 跪下拜谢 我已得解脱 明天请老和尚到后山山洞里 为我火化这个身体 第二天 百丈禅师写弟子到后山 从山洞里托出一只死去的狐狸 以出家人礼法火化了他 这个故事就是后世常说的野狐禅来历 所谓不媚因果是指对因果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待到后来 这个词专门用来讽刺那些似是而非禅 那些惯用小聪明和主观见解取解佛法 妄称开悟其实流入邪癖者 中国人天性懒惰 浩简求素 凡事不求圣解 爱走解禁 所以禅宗才会在中国大行其道 今天讲花和尚依修的故事 用野狐禅典故做开场 正好两相对照 就如《红楼梦》中的风月宝剑 一面是色 一面是空 当头傍鹤 世人切勿以假为真 美人音有水仙花香 作者依修宗纯 楚台遥望 更登攀 半夜欲床 愁梦间 花站一静 梅树下 灵波仙子绕腰间 释迦摩尼晚年临死之前 有一天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 百万人天不知道他的用意 只有摩合家业尊者破颜微笑 佛陀就说 无有正法眼葬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无利文字 教外别传 附主摩合家业 这就是禅宗所说的禅的起源 摩合家业尊者是西天禅的第一祖 一直传到菩提达摩第28祖 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传法 其间历经坎坷 经过九年的时间 才有一位神光二祖到松山上去医治达摩 求安心法门 神光后来叫慧可 他断臂求法的公案在中国极有名 此后到六祖慧能 禅宗开始在中国大盛 一坛指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圣灭 时间转眼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一部叫做伊修的动画片在日本横空出世 这部动画片一经播出就大受好评 连续播出七年296画 成为日本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动画 这个记录一直到2007年才被海贼王打破 伊修影响了6070后一代日本人的童年 80年代这部动画片引进中国 又成了7080和90后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伊修在历史上确有七人 他大名伊修宗纯 小明千菊丸 别号虾吕安主人孟归 生于1394年大概是中国的大明朝时期 京都人 伊修出身高贵 是日本南北朝时期北朝的后小松天皇之子 伊修出生时政治环境十分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视听幕府的第三任大将军 足利益满凭借强大实力 实现日本的南北朝统一 并扶持北朝的后小松天皇 在1392年成为唯一天皇 但后小松天皇最爱的女人 也就是伊修的母亲滕元氏 却是南朝高官之女 1394年伊修出生后不久 足利益满怕他未来可能联合南朝反叛 所以将他贬出皇宫 送到京都安国寺出家 伊修的母亲藤元氏也随即被逐出宫廷 这个大将军足利益满 有点像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他不但见了后来鼎鼎有名的金阁寺 还喜欢和大明朝做生意 足利益满死后 民国永利帝曾派出使节团参与悼念 并赐嗜好贡献 动画片伊修中经常和伊修斗志的将军原型 就是足利益满和他的儿子足利益池 在动画片中还有一个很丰满的形象 心用未门 历史上也确有其人 他真名叫做全川亲荡 在幕府中管理账务 和伊修一样都喜欢连歌 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连歌师 晚年和伊修成为莫逆之交 动画片中的女性角色小叶子并无原形 但真实历史中的伊修却确有一位女朋友 1471年已经78岁的伊修遇到盲眼的女艺人森 两人相爱 之后伊修一直照顾她 和尚也能交女朋友 伊修所修之法属禅宗林济宗 禅宗则正如咱们开篇时说过的那样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伊修宗纯和动画片中的伊修一样 从小就聪慧过人 15岁时曾作汉诗春衣素花 银行客秀几时情 开落百花天地清 枕上香风魅呼雾 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首诗当时明动天下人人传阅 她先拜入千翁门下 千翁为她取名宗纯 千翁死后拜入华首门下 华首为她取名伊修 所谓伊修即一切皆修 一切放下的意思 伊修自少年起就开始苦修 生活十分清贫 除了修行之外 还要种地 出门行起 甚至做一些手工 换取生活费 有一天清晨 伊修在琵琶湖上坐禅 忽然听到风中传来乌鸦的私叫声 她因此而开悟 师父滑首要给她发应可 应可大概就是师父给弟子的资格证 咱们在六祖慧能的视频中 讲到过衣钵 那时候为了争夺衣钵 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这个应可也非常重要 华首是当时日本著名的高僧 有了这张资格证 伊修就能受到万人景仰 但他并不在乎 最后还将应可烧掉了 伊修开悟后 一直苦修精进 并在华首元祭后 开始游历各地 有很多人认为禅宗容易修 打打话头就能开悟 这大错特错 六祖慧能开悟后 在猎人队伍中苦修十五年 佛法因六祖大圣后反而圣极而衰 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空谈公案 卖弄禅语积风 却不重视切实的修行 总觉得能超尽道的缘故 伊修一生留下许多传说 他的修行有三大特点 智 狂 风流 动画片伊修中主要表现他的智 比如傅虎的故事 大将军请伊修到府上 让他用绳子去绑住屏风上的老虎 如果做不到就要治罪 结果伊修全副武装摆好姿势说 将军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将老虎赶下来吧 将军无奈最后只能放过他 当然伊修在历史上留给后世的名声 主要不是智而是狂 他早年修行时就表现出性格刚烈的一面 那些和他一起修行的和尚们贪图名利 他就写诗讽刺他们 姓名议论法堂上恰似百官朝子臣 他去参加法会 别人都穿着隆重 只有他穿草鞋不衣 为了让普通人领悟生死 有一次伊修在元日的前三天 用竹竿顶着一个骷髅在大街上走 大家都觉得晦气 伊修则说 你们看这骷髅眼睛也没了 成了虚空 这才叫目出 这才是真正的恭喜啊 在日文中 目出有恭喜之意 除了智和狂 伊修给后人最主要的印象却是风流 伊修一生苦修 却不见女色 还自豪梦归 并写诗曰 梦归老那归中月 夜夜风流 烂醉前 有一年伊修带妓女一起住到寺庙里 别的和尚在念经 他在安房里和妓女调笑 有僧人斥责他 他却说 铭记谈情 高僧说禅 时有异曲同工之妙 七十多岁时 伊修遇到女粉丝 盲女僧 僧爱慕伊修 伊修也毫不忌讳地接受了这份感情 他们互相照顾对方 一起相处十几年 1481年 伊修元济 终年88岁 他去世后被葬在仇恩寺 为了纪念他 后人将这座寺庙改名为伊修寺 他的墓碑上 写着他活着时最不屑的身份 后孝松天皇之子 一坛纸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灭 时间又来到二十世纪 1959年 号称一身兼挑 禅宗五家法脉的虚云老和尚缘记 死前留下一字遗言 戒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温婷 咱们下次见